今天是母亲节 祝各位母亲非常非常快乐 对你们来们讲 祝你母亲节非常非常快乐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让我们能够纪念我们自己的母亲 当然有些人的母亲呢 已经不在地上 有些人母亲在天上 可是还有一些母亲 不知道在哪里 母爱是来自于上帝的爱 这是千真万确的 也是圣经的真理 上帝甚至亲自来表扬母爱的伟大 上帝怎么说呢 上帝说他自己啊 怎么样的爱我们这些人类 就如同母亲 怎么样的爱孩子一样的 上帝那句话怎么说 妇人也能忘记自己吃奶的婴孩 一个妇人 再怎么样所谓的最独妇人心 上帝说 一个妇人也不会忘记她吃奶的孩子 上帝又说 即使有忘记的 因为人也不会忘记这个 因为因为人心比毯物都转诈 无人能释透 所以 有一些人的确是 已经狠毒到 失去了 神的形象跟样式 甚至鼻 舌 蝶 都要狠毒 上帝说什么 即使有忘记的 即使有一些母亲 把孩子丢掉的 上帝如何说 我却不忘记你 你看看 上帝表扬各位伟大的母亲 我自己的妈妈 当然就六年前已经移民天国了 那她呢 她是她的妈妈的最小的女儿 那我的外婆生了七个女儿 号称七仙女 那老大和老三和老妖留着 其他呢都送出去了 因为我外婆三十八岁就守寡 那外公也没留下什么产业 所以外婆一个人辛苦 替人洗衣服 替人做饭 那还要养自己的孩子 那请问一个人能养七个女儿吗 那的确在那个时代是男上加男的 所以就老二送出去 老四送出去 老五送出去 老六送出去 剩下哪几个 老大 老三和老三和老妖 所以我妈妈是老妖 那我妈妈的个性是非常非常的认真 用心 做人做事是非常非常的对自己要求严格 对别人的要求呢 大家猜是严格还是不严格 也是严格啊 所以从小到大 我妈妈是严加管教我 任何事情只要妈妈认为不对的 妈妈一定管教加上打 加上打 那你说一个男孩子 是非常非常温顺的 还是会调皮捣蛋的 那我从小到大是调皮捣蛋 你们看不出来 董牧师是如此吧 是非常调皮捣蛋的 然后在学校 是坐不住椅子上的 就是起来动啊跳啊跑啊 老师上课 我根本也听不进去的 所以每天上学呢 老师教我们教什么作业 我根本不知道 那明天到学校教作业 我知不知道我会不会教啊 我自然就不会教 那求主怜悯啊 我妈妈当年还没有读书机会 那会不会辅导我做功课呀 就不会辅导我做功课咯 所以呢 每一次一上学 一回家 我就出去玩 然后明天呢要教功课 没功课教 老师就如何 老师就打 所以在家被妈妈打 在学校被谁打 被老师打 被老师打 我就是一个从小到大 被妈妈打 又被老师打的 这样的一个孩子 你们无法想象 何牧师是这样的 何牧师把秘密都告诉你了 那妈妈呢 对自己要求非常非常的严格 她每天早上 无法想象 她也不要上班 也不要做工 她就是 五点钟起来 做什么呢 五点钟起来 她就跪在床上 为全家祷告 也为她所认识的亲人 朋友 祷告 因为我的外婆 也是每天五点钟起来祷告 我的外婆 都是跪在床上祷告 一祷告 就祷告一两个小时 然后祷告到通 祷告到通 而且她把她所认识的 一百多个人的名字 全部在祷告当中 每天念几遍 念一遍 所以我的外婆 留下好榜样 我的妈妈也跟随了 外婆的榜样 我妈妈每天 五点钟起来祷告 那祷告完之后呢 就开始做早餐 做家事 一直做到晚上几点钟 让大家猜 常常做到晚上 八点九点十点还在做 做不停的 我无法想象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家事 需要做 话说回来 你知道我妈妈多认真吗 当年 有机会买葡萄的时候啊 我妈妈是用牙刷 先用剪刀 把每一个葡萄给剪下来 再用牙刷去刷每一个葡萄皮 那请问 有几个妈妈是这样做的 你们的妈妈有没有这样做 有的请举手 都没有啊 我的妈妈是这样的 所有的水果 都是要洗得那么干净 当年也没有什么特别 除荣药的方法 她就觉得说 她做一个妈妈 肯定不能让孩子吃到荣药 所以她就很用心 很认真的 花很多时间去 一个一个葡萄刷 如果有吃橘子的机会 吃任何水果的机会 她都是用牙刷去刷刷刷刷刷 为什么 因为她不希望她的孩子 吃到什么 吃到农药 吃到农药 所以我的妈妈 她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那家里的什么 饭锅呀 炒菜锅呀 二十年三十年 都像新的一样 然后 我们是住在眷村里 我爸爸是海军陆战队的 爸爸常常在部队里面 所以很少在家 那爸爸一回家之后呢 妈妈就跟爸爸讲说 子平不乖呀 然后妈妈就告状 告状之后呢 爸爸如何 妈妈这么辛苦了 你还捣蛋 不孝顺妈妈 不听妈妈的话 又把我打一顿 所以啊 你看看 你们的何牧师是从小被谁打 被妈妈打 被爸爸打 被老师打 每一天上学 直到去学校 每个老师都要打我 为什么不教功课 不写作业 不读书 结果爸爸打我 爸爸 有时候听到妈妈告状 有时候就非常非常气啊 打的时候呢 就出手很重嘛 惊人嘛 对不对 那我从小 心中 也有一种 等我长大之后 爸爸你还打我吗 等我长大之后 我就要如何如何如何 请问被打之后 你的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 抗命有没有一些痛恨 爸爸 你每一次回家就打我 等我长大之后 我要怎么样 我打回去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何牧师把自己的秘密都告诉你们啊 但是我妈妈非常非常严格 爸爸也非常非常严格 不像师母好幸运啊 从小到大 就被当成掌上明珠的拥抱 客户 这个疼爱 师母从小到大 大概没有任何人骂过她 打过她 所以她非常非常幸运 可是我呢 也很幸运 为什么呢 因为被这么多的人管教 那如果 我很不受教的话呢 我今天就是太保流氓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有没有受教 我真正还受教了 我真正就改过了 我真正就认罪知错 就完全改掉 然后我就发现 我的妈妈好伟大 好伟大 为什么呢 我妈妈没有读书机会 那个意思 认不认字 可能只认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可能只认我姓何 她姓吴 认的字非常非常少 然后呢 我们住在眷村里面 每年都有 模范军舰的比赛 什么比赛呢 她有很多很多的审核标准 当然要审核 你家里 到底担不干净 整不整齐 除了定期检查之外 还有突几检查 你定期检查 大家会准备的如何 窗民激进 然后大扫除 扫的 哇 真正整个家里 就像一个家 那突击检查 容易啊 那就很难了 所以我的家 不管是定期检查 还是突击检查 哇 那些来检查的 那些官员呢 都发现 哇 这个家怎么那么干净 那么整齐啊 你知道吗 部队要检查 部队的寝室 像我们台湾当兵的人 每天早上 早上起床的话 要叠豆腐干 大家听过豆腐干吗 整个棉被要叠成像豆腐一样 方方正正 有灵有脚的 然后 所有的武器步枪 你也是一样 连整个枪管 要插得非常非常光亮的 那鞋子也是一样 用鞋油 插得非常非常的光亮 然后 那整个你的寝室 你的各种寝室呢 也是要干净整齐 因为部队的检察官 来检查的话呢 他们是戴上白手套 听懂吗 那白手套的话 举例子 他们会在这里 摸一摸看有没有灰 然后呢 碰到这个地方 比方说柜子上面 你知道吗 他们会怎么样 会摸一摸那里 那个上面有没有灰 那请问 你在做整齐清洁的时候 你会做 那些 一般来讲 看不到 摸不到的地方吗 你做家庭 管家 我相信 这样的人少是又少 可是我的妈妈 我从小到大 就看他 坐不停 洗不停 擦不停 所以检察官 来检查的时候 发现 哇 所有的死角 一摸起来 干翻净净 一点灰都没有 所以 每一年 我们家 都拿到 模范军券 大家说 怎么不说啊 没有反应啊 模范军券 哦 真了不起 别人很多妈妈 可能是大学毕业 可能是高中毕业 可能是中学毕业 可能是小学毕业 每天在一起 就打麻将 讲是非 我的妈妈 从来不打麻将 也不会打麻将 也从来不去 就是三姑六婆 串门子等等 我妈妈就天天在家里面 做什么 做家事 叉叉息息 然后 就这样子 所以 每一年 我们家都是 模范军券 所以我们家客厅 挂了好多好多 模范军券 模范军券的 匾额等等 所以 我就越来越 佩服我妈妈 因为别人妈妈都 认字读书 我妈妈 不认字读书 还能够 这么好 佩不佩服 佩服 就更加佩服啊 然后呢 她四个孩子 都大学毕业 容易不容易啊 容易不容易啊 自己没机会读书 把四个孩子都栽培上大学毕业 你说容易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所以我就 董事的时候 就越来越佩服妈妈 也越来越佩服爸爸 为什么佩服爸爸呢 我的爸爸 十四岁 就替哥哥出去当兵 那时候政府抽签 抽到我 我爸爸的哥哥要当兵 可是 我爸爸的哥哥 年纪大 可以为家里干出活 十四岁力气不够大 所以 我的爸爸就跟 哥哥讲说 哥哥 我替你去当兵 十四岁就去当兵啊 那当什么兵 当最小的兵 受不受苦 当年当兵 哎呀 可不像现在读军校啊 是当少爷兵 可享福了 我爸爸 有时候跟我讲说 他当年十四岁 就离开家门 去当兵 受的那种折磨痛苦 我一听到 爸爸怎么打我 我就如何呢 我就忍着被他打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 爸爸十四岁就被 好多好多那些长官 好打 那我就觉得说 我长大之后呢 不但不能让 爸爸妈妈吃苦 我还要报答爸爸妈妈妈 我还要孝顺爸爸妈妈 所以感谢神 当我读 我是台湾的国中第一届的 大家听懂什么叫国中吗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按照我这样的程度 是考不上初中的 因为当年是 小学毕业要考初中 要考初中 要考国文 地理 历史 还要考什么 一大堆科目的话呢 我根本不读书 我的成绩在 小学一二三四五六 都是倒数第一名第二名的 请问我可以考上初中吗 虽然如此 那爸妈总希望说 你要去读初中吗 不能去当一个不孝子 当一个浪子吗 就是要读书吗 结果呢 小学六年 那我还稍微乖一点 还读书 可是 能够后来沮丧吗 我跟其他同学距离差这么一 我是倒数第一第二名的人 请问我能够 能够迎头赶上吗 难上加难 所以呢 几乎放弃了 哎呀 书这么难读 我根本读不下去啊 然后 后来突然听到 政府公布 从今年开始 不用考试 义务教育 我就成为 我们台湾的 第一届的 义务教育的国中一年级 所以直接升国中 感谢神 升到国中之后呢 有同学 叫我去参加 校园团契 大家听懂 校园团契吗 就是一些信主的人 他们 每个礼拜 有一天 在某一个教室 大家一起唱歌 读圣经 一起祷告 有一个同学 把我带过去 然后呢 这个同学 就常常 就常常 跟我在一起 不但是 一起读书 而且还 一起参加 每个礼拜 一次的 校园团契聚会 就这样子 我就开始 读书啦 一读下来 请问上帝 会不会帮助我呀 小学六年 都是倒数第一 二名的 如果国中三年呢 大概都是二十几名 后来我又第一志愿考上高中 就是当年的 Stuyveson一样的 最好的高中 然后在读高中的三年呢 我大概都是 第九名 第十名 两者之间 那感谢神 又顺利考上大学了 考大学四年呢 那我的成绩又突飞猛进 大概都在前几名之间 你说神的恩典大不大 我感谢神 真正无法想象 一个浪子 一个不读书的孩子 因着参加校园团契 因着愿意读圣经了 愿意读书了 所以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就改变了 所以越懂事的人 我就越懂得妈妈爸爸 辛苦 就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我上班 何志平当年 上班第一年 就赚了新台币 一百万以上 那是几岁啊 二十三岁 二十二岁大学毕业 二十四岁退伍 二十五岁 我二十五岁那年 就赚了一百万台币 二十六年 二十六岁那年 又赚了一百多万台币 目前来讲 一个大学毕业生 在台湾的工作一个月 两万二 一年多少 二三十万不到 可是我当年就已经赚了 一百万台币以上了 我把我赚的钱 请问给谁 全部给妈妈 全部给妈妈 那我一个月拿三次薪水 第一个是固定的薪水 第二个是各种commission 第三个是办公费 因为我做主管 我有办公费 所以我薪水加上用金 都给妈妈 办公费呢 那属于办公费 那我要买各种办公设备 汽油费啊 什么请客吃饭啊 各种交进筹啊 所以这笔钱我没有给妈妈 但是呢 无法想象 一个年轻人 我是早出晚归 在公司是非常认真负责的 那神非常非常恩待我 我是一个极其内向 不善言谈 而且沉默 沉默木纳的人 但是 神竟然让我在做行销的 当年是做人寿保险 好不好做 人寿保险 一谈到这个 你咒识我死啊 啊 对不对 然后都认为说 买保险干嘛 不买没事 一买就死 所以 难上加难 那神恩待我 让我的确 做得格外顺利 我没有人缘 没有血缘 没有地缘的各种关系 当年 我就在路上找陌生人 哎呀 结果 旗开得胜 陌生人 就给我买 你说感恩 就感恩 就是因为做人寿保险 所以薪水很高 那我几年下来 赚的钱全部给谁 都给我妈妈 那后来有出国机会 出国之后呢 那我就带 两千美金 两千美金出国 两个手提箱 其他的 我买的房子 我的存款 全部留给妈妈 这是圣经的真理 要孝顺父母 要使生你的快乐 所以 我妈妈 当然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 也觉得说 这个儿子还算孝顺 但是呢 出国之后 当年 打一通电话回台湾 大家猜一分钟多少钱 三块五以上的美金 当年 请问你打得起吗 所以 只有写信 去报平安呢 那我们一来美国 就非常非常忙 本来还抢写信 后来就少写信了 然后电话又舍不得打 因为打一分钟 三块五 那十分钟多少钱 就三十多块钱 请问你 你会打吗 所以电话就几乎没打 信又越写越少 我妈妈就觉得说 这个儿子如何 这个儿子好像又不孝顺了 所以当儿子难不难 儿子非常非常难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但是呢 我一直在为妈妈祷告 也一直在为爸爸祷告 也一直在为我的家人 我的亲友祷告 所以 一有回台湾机会的时候呢 我就想尽方法 联络家人和亲属 我出钱请他们吃饭 当然 很多人认为说 哎呀 你去美国了 你赚美金啊 你很有钱 其实有没有钱 上帝知道 但是呢 我依然是 邀请家人和亲友 我出钱请他们吃饭 目的不是吃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 有一些家人还没有信耶稣 我要把耶稣的爱 要把基督的福音 传给他们 所以好多次 我出钱 请他们吃饭 包括这次回台湾 我都跟师母讲 说 哎呀 我想把这个餐厅包下来 包下来 我要请大家吃饭 虽然这次 时间很赶 没有做到 但是 这是我的心 所以我们在母亲节 要如何 要为妈妈祷告 你在母亲节 请妈妈上餐馆 你在母亲节 送妈妈玫瑰花 看奶心 你在母亲节 送妈妈LV包包 很好 但是最好的是什么 你在母亲节那一天 跪下来 为你的妈妈祷告 最好最好的是 你在祷告当中 还留下 眼泪 不管那是感恩的眼泪 还不管那是你 觉得你不够孝顺的眼泪 那些眼泪 都会被上帝看到 而且被上帝纪念 会被上帝保存 那些眼泪 到天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一颗一颗的眼泪 都变成了 珍珠 对你旁边讲 你的眼泪要变成珍珠 你的眼泪要变成珍珠 所以该流泪的时候 要不要流泪 要去流泪 因为 那个泪 会变成珍珠啊 请问你在天上 有多少颗珍珠 求主帮助我们 你为罪 而痛哭流泪 你为感恩 而流的眼泪 在天上会变成什么 变成珍珠 今天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使徒行传 因为我们根据 言经事议的进度 就